如果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却有自己的意识 例如布娃娃 例如一幅画 你会不会感到很轻訝呢 日后啊 花喜少年 今天带你们看一个美丽的画中爱情故事 这是在画家还没有完成的一幅有画里的世界 这个世界分成了被画完整的图权人 部分没有画完的梅花碗人 还有被完全看不起的草稿人 当图权人在城堡里交谈时 图权人纳默正在偷偷地和梅花碗人克莱尔约会 拉姆形容着克莱尔的脸很美 都是美丽的颜色 他们不想在夜晚偷偷见面 只能等待花家回来完成这幅画 梅花碗人罗拉来催克莱尔赶紧离开 两人正在不舍得闻别 图权人全部聚集在城堡里 这里被蜡烛统治 他自称蜡烛大帝 蜡烛大帝出现在台上自以为是的说 画家不会再回来了 画了他们这些图权人就是他的计划 所有图权人有权利掌管城堡秩序 听到这 台下人的附和者 应该把梅花碗人驱逐出境 这时 拉莫出生反对 他询问 如何能证明图权人更高级 难道 衣冠楚楚让你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吗 蜡烛大帝嘲笑 拉莫人年轻 所有人都对拉莫的话无动于衷 最后拉莫被拉下台去 这时 宫殿里偷跑出来的草稿人高木被发现了 他被不断踩踏 最后 面目全非的尸体被扔出了城堡外 被感到花园里的梅花碗人很悲伤 尤其是可莱尔 全是心中的爱意支撑了他活着 罗拉没有爱人 所以不懂得克莱尔想变成图权人的心 但他也想去别处寻找爱人 比如那片没有人敢去的可怕森林 其他梅花碗人不允许克莱尔再去见达木 毕竟一旦被发现 那么地位不高的梅花碗人 就会受到惩罚 而不仅只有梅花碗人在伤心 草稿人普林痛苦地抱着高木的尸体 独自离开了 他没有能力反抗 也不敢反抗 梅花碗人罗拉乘船 打算去找达木摊牌 而普林也跟上了船 但接着被图权人追赶的达木也上了船 本来他们要一起去找克莱尔 但是水又太急 三连全部滑溅了通往可怕森林的洞口 洞口外开满了大花 他们接着掉落瀑布 被树灯轻轻地搓到地面上 无法回去的三连决定走向森林 他们有一个计划 打算去找画家来改变这张 有花世界的命运 于是听到消息的克莱尔鼓起勇气 也进入了洞口 他被花朵们包围了 在叶子上沉睡过去 至于罗拉三人则不知情地继续前进 最后走出了画框 罗拉脚下的画掉在了地上 他也一不小心进入了这幅新画的世界里 画里都是红绿士兵 一看见罗拉就被红军抓了起来 这个画里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幅画中生活 即便罗拉解释 他们也不愿意相信 反而觉得罗拉是绿军派来的间隙 洋军马上要开战了 红军马上搭 早已收购了正常战争 他想离开这个世界 他相信罗拉说的话 于是他救走了罗拉 两人逃到了画外 仔细一看 画家家里布满了灰尘 像被遗弃的一样 既然画家不在 就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心声 马上搭在大致了解了他们存在的原因后 便想问画家为什么画战争 他讨厌战争 和罗拉则想知道为什么有幸福和不幸 接着 他们折掉了高高挂解那些画作的布 上面有个裸露的女人加兰斯 以及小丑 还有画家的自画像 自画像说 画家是个自大狂 他很愤怒自己画不出好作品的无能 他讨厌画家 和拉莫子时在看画家 遗游下来的东西 罗拉则进到了加兰斯的画里 加兰斯深深地爱着画家 形容着画家的温柔 这些画和自画像有着很大的区别 而他现在就期待 画家为他画上美丽的裙子 加兰斯来说 画家也许去了威尼斯 也就是他身后的城市 于是 罗拉和拉莫一起进入了威尼斯的世界 里面的人在不停地彷徨跳舞 这是充斥快乐的世界 这是起风了 马上拉和普林被迫逃到了另一个房间里 那里都是被画家似乎忌惮破坏的画作 他们俩被吓坏了 因为他们认为画家也就毁了他们 于是 一体跳进了和罗拉同一幅画里的废墟之地 罗拉和所有人都走散了 他坐在船上 不断地想要寻找真正的画家 而克莱尔此时却被蜡烛大帝的手下抓了起来 因为克莱尔没有被同学的石人花吃掉 那么说明拉莫却还活着 于是蜡烛大帝想逼拉莫出现 他大概也猜到拉莫等人的行动 而因为马上达看见了画家垂围画作的场面 于是 他此刻非常害怕画家出现 想阻止罗拉去找画家 而普林则坐上了后面的一艘船举追罗拉 他同样也想阻止罗拉 两个中途船夫拐了方向 普林才意识到了危险 船夫 是个骷髅人 拿着镰刀一言不发地攻击普林 普林跳上岸躲了起来 他被包围了 但好在最后有惊无险地逃脱 和马上达 拉莫还有罗拉会合了 在他们面前 有采败多个一模一样的画家在作画 马上达说 不要再去找画家了 他很危险 结果 没想到拉莫却说 我们要超越他 他拿出了颜料 正好图在罗拉没有画完的裙子上 没错 他们决定自己完成画作 大家一起走进一栋高楼 当他们上楼时 普林发现了骷髅人从后面一路追来 那要当马上达 把他推下楼梯时 他却变成了纸 他们从高楼里出来 看到的是字画像 他们发现字画像也会画画 于是请求他帮忙 他很直接地打印了 大家把角落里的颜料都搬了过来 普林把他发暴力的高木捧了出来 请求字画像上色 预知高木就在大家面前复活了 鹅人高兴地享用 接着 他们打包了颜料 准备回到画中 马上拿和罗拉 一起把绿菌红菌的颜色 全部赶成了紫色 这样就没有战争了 蜡树大帝 也派人抓了很多草稿人 为他们建筑一个建筑 如连梅花碗人 也都被要求出来冲攻 而拉莫把颜料放在森林里 让高木普林看管 自己先回到城堡调查情况 他碰到梅花碗人西略特 让他带人去森林里 可在刚看到克莱尔就马上被抓了起来 绑在了克莱尔的对面 两人就在眼前 却不能触碰 但是能够再见面 他们已经很满足了 高木和普林用颜料 把自己画得很美 美花碗人和草稿人到来后 都觉得不可思议 普林演示了画笔后 大家都争承给自己图颜色 画笔 颜料 都被抢得一塌糊涂 他们都欢乐地为格子上色 混乱不知此时 拉莫和克莱尔已经要被处死了 两人被绑在高台上 被蜡烛大帝不停地嘲讽 他以为自己已经促制了拉莫的计划 所有的图颜人都在嘲笑 当他们要在克莱尔的眼上 涂上黑色颜料时 所有被重新上色的美花碗人出现了 他们的美丽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 蜡烛大帝 套在台下 也被喷上了其他的颜色 这下子 他知道的身份 也将不复存在 获救了拉莫在水边 温柔地为克莱尔上色 克莱尔变成了当初 拉莫形容了一帮美丽 他们终于如愿地 神拥在了一起 而罗拉在事后 又走出了华外 他看到了房子外的画家 和画家说出了 自己想说的话 现在 他最想知道 是什么原因 画了画家 片名 《花之国》 这部作品和练练书中人 有点的意思 一个是书上的人物 一个是华中人人物 但最后都走出了彼此的世界 寻找画家 看似的是为了拯救华中世界的人群 但其实 也是对此我的探寻 整部故事从开始到结尾 处处 都有着满满的搜寻味道 我举例一个桥段 就是那些草稿人 在看到颜料 呈现厚厚地捐给自己的上色 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 是改变命运的存在 但是 对于画家来说 这只是一个作画的工具 一部画不是每一个地方 都会有颜色 可是画中的世界 用颜色来区分身份的高低 于是很多画中人 就无法证实自己 无法忠于本心 渴望急于改变 从而抛弃了自己原来的美 人活着 就是要坦坦荡荡 最自在 有时候改变命运的方法 有很多很多 里面还有很多隐喻 这是一部仔细看 可以让人成长的好作品 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观看下原片 我是少年 一位待你看遍 人生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 尽可能地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